当冷漠成为习惯 作者张明 朗读者有意 据新华社报道 2009年7月30日傍晚 一场暴雨突袭京城 即将举行小和风采 全国少儿舞蹈转眼的某剧场外一片慌乱 剧场外的上百名小演员纷纷 跑向剧场避雨 但却被入口处的工作人员拦住 不准入内 多名的带队老师与之交涉 依然不能放行 其理由是没到时间 里面的演员已经很多了 在演出的进行中 剧场方面再次给出了一个解释 之所以没有让孩子们进来 是怕礼堂台阶上人多路滑容易摔倒 当然这样的解释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信 让几百个孩子在瓢泼大雨中临着 真正的原因只是剧场工作人员的冷漠 一种跟公事公办 官僚主义习气相联系的习惯性的冷漠 对他们来说 孩子们是不是淋雨会不会因此而得病 都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在乎的只是所谓的规矩或者领导的指示 别说外面再下雨就是下冰雹 也一样无动于衷 原本作为人的天性的对孩子的怜惜 早就在刻板的公事公办中丧失殆尽 无论场景如何 也无论孩子的境况有多糟 更无论带孩子的老师们如何说情 换来的只能是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 这样的面孔这样的冷漠 我们似曾相识 在很多大衙门口 很多堂皇的场所 我们都能非常幸运地 碰到这样的面孔和这样的拒绝 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或者医院 都能发现类似的工作人员 但是只要把孩子换成领导 那么此前还冷若冰霜的工作人员 就会立马满脸堆笑 灿烂的跟桃花似的 是否爱孩子 是当今之事 衡量国家和社会 是否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尽管我们一直很努力地争取 让自己文明些 但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的行为还有很多的欠缺 尤其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 我们好像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 自古以来 虽然我们也有爱孩子的天性 但社会的现实 最重视的人不是官员 就是长者 孩子总是被忽视 大人们厉害相关的东西 似乎只有管他们的上司 上司没有发话 即使像放孩子进来 躲雨这样的小事 都不会通融的 因为在这些工作人员的眼里 任何的通融都是有代价的 或者是熟人 或者是贿赂 哪怕一只好烟 如果什么都没有 那么对不起 孩子只能在外面淋雨 当冷漠成为习惯 我们走到哪里 所见到的就只能是冷漠 今天剧场的工作人员 把孩子挡在外面淋雨 明天这些工作人员的家人 也许会碰到同样冷漠的对待 静雅思亭官方光盘淘宝店 现已开张 选择多 实惠多 惊喜多 快来网站看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